美蹈一君起歉 美蹈 monkey 因為我有個小興趣 就是我喜歡採配 我喜歡特技化妝 我不喜歡畫畫 但喜歡畫上臉 我不是想做一個化妝師 但是純粹興趣 我大概拍了YouTube三年 其實基本上我是很辛苦 要平衡所有事情 我基本上是沒時間睡 整個人都很變崩 我有兩三年時間完全脫下了做表演這件事 為什麼我會再走出來 就是我會覺得做到一個位置 是我出片的頻率變成了 變成每一段影片我想做得更好 但同時我多了一些時間想 其實我是否還想做演員 就開始參加學生作版 然後就拍了港台 然後就一直走到現在 歌曲我會覺得是一個媒介 就像一份作品一樣 每個人看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 我帶起的歌曲是我有一個自己的意思 但其實這條街可能有另一個意思 而那個討論的過程我覺得是吸引 還有好像今次第一首歌 《單身旅遊日子》 其實它好像是說愛情 但其實看歌詞裡 其實很少關於愛情的事情 可能作詞 《零食一》 他對這首歌是有一個看法 所以才會這樣寫出來 但我作為一個表演者 或者是一個觀眾 我看這個詞其實也不一樣 變成我會同時以一個表演者 或者是以一個第三者去吸收這首歌 而我說的那件事 是否一定跟作詞一樣呢 它是可以不是的 所以我覺得那件事很闊 我覺得做YouTuber幫我打了一個很強的底 因為以往很多時候都會收到惡意的留言 有些觀眾可能會覺得你反擊的話 就會覺得你做得一個觀眾人物 你預料了 那我就會想 可能我預料了 但我沒有預料我當下的情緒會這麼難受 我會給自己一個答案 就是正面和負面的評語 我覺得是需要的 但負面的時候你是純攻擊 還是有些負面的留言 它是有建設性的 我不是一出來就是唱到我現在這樣 可能你們會覺得這個時期我是很差 但其實可能之前我是更差 我會覺得有時候 給自己時間去進步 或者不要因著別人的步伐去做 當我遇到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他們會比平時我的支持者更加站出來支持我 所以我不需要說什麼 可能會有人問我 誰做了什麼你感不感動 我會覺得 如果你因為那個人做了某些事 才能夠證明他緊張你的話 那不是一個穩固的問題 反而是他有做或者沒有做 他也會令你心裡知道你在支持他 那樣東西才是最重要的